明依夫妻隔空喊话 互控打人 摇腿 搞外遇 32岁美女明依蔡嘉芬 27日在脸书发声明 指控38岁医师老公陈克成 对她拳打脚踢狂殴成伤 2011年她怀孕期间 丈夫也把她打到破水 孩子因此遭产 苹果28日专访双方 说清楚 讲明白 吵得凶的时候 我太太通常都是动手的那一方 她其实出拳很快 通常我从2011年到2016年 我总共被她打坏了六支眼镜 然后三台笔电 她笔电也抓起来摔 刷起来摔 有一次拿笔电拿刀子去捅 这两个很明显的咬痕 当初是差一点大腿的肉 被我老婆咬下 东西坏了是谁弄坏 这个大腿肉是哪个女人咬的 其实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不知道啦 那我相信最后 其实上法院就只有公断 徐先生呢 他是 渊墨是在去年的12月初认识的 他很心动 他希望能够跟他交往 他就是说 他遇到了这个是真正 他未来的真命天子 我跟徐先生就是11 12月认识的 认识 然后往来的朋友这样子 那这个段的期间呢 是在我婚姻外的事情 就是说我那时候是单身 蔡佳芬则翻药丈夫 与大总之药五性女药商密切往来 我想就药商跟医师的身份来讲 其实是不太适合的啦 就是说 早上也一起 中午也一起 晚上也拍到一起 然后一起去按摩 一起上阳明山 坦白讲啦 他是一个大概50 50岁的一个姐姐 那跟 跟其实跟很多人都很好 我觉得他会这样讲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当然我的立场 我肯定是他的嘛 他硬要去举出很多东西来说 是别人的 那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离婚嘛 对 不是吗 我是非常确定 我是那个小孩 就是说 不是我的 那他也是 告诉了我 这样的一个状况啦 陈克诚也提供了 做胎当天的录音对话 今天拿来不是我侧臣的小孩 你拿的是徐贵人的小孩 你不需要对我动手 对 然后呢 然后我看你还是执行服务吧 洞新闻台北报导